外皮薄肉餡扎實 一口咬下湯汁爆漿 居民小籠包日前進軍高雄 來自日本的正代先生 每次來到南台灣旅遊 必嘗這一味 到高雄觀光三次的島春先生 最忘不了的就是奇經 因為可以吃新鮮的海產料理 還能賞海景 海風吹拂 讓他性曠生意 好吃的東西 一般 有很多 例如 例如 海鮮 除了奇境之外 日本遊客來到高雄必遊的景點 就是高雄左營的龍虎塔 龍虎塔的塔身 與古色古香的九區橋相互銜接 聳麗在蓮池談判 湖光山色 景色優美 每天拜訪龍虎塔的日本觀光客 更是絡意不絕 高雄市觀光局統計103年 日本人到高雄旅遊的人數 超過20萬人 比前一年成長24% 不只高雄 台南也受到日本遊客的喜愛 很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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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台灣四季如春天氣宜人 讓日本遊客覺得生活舒服 而府城小吃蛋仔麵和芒果冰 都是他們到台南必吃的美食 另外赤坎樓 沿平駿王池還有無山頭水庫 都受到他們的青睞 認為到台南悲遊不可 美食景點加上天氣因素 日本遊客到南台灣旅遊的人數逐年增加 航空公司看準商機陸續開闢航線 像是香草航空一號首航 高雄往返東京每天一個班次 長榮航空五號首航 高雄往返大阪也是每天一個班次 雖然航班增加 日本遊客到南台灣遊玩變得更方便 也提升兩國的觀光效益